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讲我们上集整理了一些资讯的 首先,这个游戏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2012年的6月21日 去做... 在Samsung... 即是Play Store或者iOS的App Store里面 就已经是...可以拆载了 首先是... 我很没什么印象 不过呢 当中的车站 车站是先给Builder解锁的 即是当然... 即是原来的级数是年份 首先就是... 这个游船 码头是一出的时候就有了 接着呢 游船是2012 接着Nable是2013 2014是火车站 接着... 2015就是这个得比 接着2016年或2017年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人 就是那个... Builder 是的 那当时还没出Builder的时候 即是大概是在... 2014和2015年的时候呢 即是总之出Builder之前呢 那里呢... 即是Builder这个位置呢 都是有一大片树林的 接着那个火车站呢 那个... 呃... 你可以看到有个小尾的卡车 以及... 一个... 类似小站 概念的一个... 尾站的 其实呢 它原本呢 就是一个Builder 前面一点点的位置 接着呢 就是向着... 这个路位的 接着这个路位 原本呢 就是有一大堆树 这样 大概是这样啦 这个就是我... 呃... 目前收集到 以及整理到的资讯 以下... 呃... 那我今天呢 继续教大家 怎样可以... 呃... 在... 在这个得比 当中 如果有些... Hope task的话 的话 就... 你就... 呃... 使用到的技巧 对了 当然也会讲到 卖东西的技巧的 那... 譬如我是生日版级 那... 我怎样是生日版级的 即是尽量是点低级过来的先 接着呢 就是到你差不多级别 就是上下10级到啦 大概... 那这些呢 如果你有画 你就会... 可以帮他啦 呃... 这个我帮一下 接着... 我们回到我家 即是... 我的农场 我应该说不是我家 你呢 等着这个Apple Jam 接着就会中那个什么 接着呢 接着呢 教大家 其实呢 如果你收割东西呢 你可以用两个手夹在一起 这样呢 它就可以收割到啦 接着呢 第二... 第三梯次呢 就是高级过来的呢 譬如这些80级啊 或者70级啊 60级啊那些 那五十多级的话 或者这一百多级就是 第四梯次就是 帮我那些100级 那... 以来的先 首先呢 就是低级过来 接着就是 跟你大约 相差10级 上下10级 接着呢 第三呢 就是那些... 可能六十多七十多 总之... 就是100到... 大概55 左右啦 这样 就是... 也要似乎你自己的情况 而定 就是... 呃... 可能是... 首先... 是... 低级过来的 接着... 第二呢 就是高级过来的 就是... 跟你差不多个阶级的 接着第三呢 就是高级过来的 那... 如果以我三十多级 或者... 四十多级 作为一个例子呢 呃... 就是... 我们三十多级 接着... 我们先帮那些 可能十多二十级的人 接着呢 再帮那些三十多四十级的人 接着... 最后呢 就帮50 到... 呃... 大概... 八九十级的人 最后... 那个梯子呢 就是... 100级或以上的人呢 就是... 最后的 因为那些是最没可能的 就是... 譬如... 我可以帮这个低级过我的先 通常呢 他要的那些东西呢 都是... 你会... 你解... 已经解锁了 或者... 你有机会是有的 OK 接着... 第二梯子 就是... 我所说的 这些上下十级 这个四十六级的是 我上下十级 所以我就可以... 找一下他 哦... 原来这里是火车站 即是... 是火车站要帮我 那去看看火车站 那去看看火车站 为什么两个都要汉堡包呢 那... 这个是... 掀起这个... 汉堡包楼吗 哈哈 哈哈 接着呢 下一阶段呢 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种一百多级的人 不是... 先是... 一百级以内 我们找一下有没有一百级以内 这个我就会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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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挂 如果... 那些没有人要帮我 那些就帮你一百... 几级的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都是... 要... 似乎你当时... 报纸里面的... 呃... 呃... 就是... 的... 而且... 有...有没有人需要帮我 如果... 没有人需要帮我呢 就是... 不行 完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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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有时候幸好呢 是... 是会有一些你自己有的 咚咚 九十三格 这个就是... 要他自己做才可以给他了 不知为什么 一个secret家庭 他... 硬是把这个beachcafe 塞在... 塞在这边啊 我不明白 嗯... 这些... 雪 好了 那等下 是时候教大家 如何赚钱了 让我回到我自己的农场 是的 那... 我们呢 可能找一下这些一元的小物 如果被人买了 不要紧了 我们找这十元的也可以 是的 一元的小物 一元的 一元的 好彩 让这个人在线上 那你就... 呃... 那你就... 买... 一副... 最后几个货 十元 那... 接着这个呢 你就最贵 这个你就最贵 接着呢 你铺前面的广告 大家就会以为 你是买十元的小物 接着呢 他就会... 呦... 好像我一样 一个乱... 乱点那样 接着他就会上当了 或者呢 你登广告呢 是买一元的 接着呢 你就... 其余都是放下最贵的 那大家都会以为 你买一元小物的时候呢 那你... 你就会赢了钱了 是的 我也是... 我也是... 并... 并... 并是有效的 等我一下 嗯... 这些收盖才会比较小心一点 是的 因此我两个手指 譬如放在这里 好... 他竟然可以变成一把刀 那我觉得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是的 那我们这条 稀奇的Let's Play 翻译篇 就先到这里了 因为我... 我自己... 其实... 可能... 我教你们这两样东西都要很久的时间 不过... 不要紧了 你们现在懂就好 如果你们不懂的话 你再... 由头去播放几次 那你就... 知道了 好... 那这条影片就先到这里做个结束了 如果想要我... Let's Play Hay Day 或者... 呃... 其他任何... 可能黄色战争的影片 或者游戏片 或者甚至开箱片 LEGO片那些 你都... 请帮... 我们... 每条片 按个赞 是的 而且... 顺手为我的... channel 按个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下条片见 拜拜